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再继续来探讨善才童子五十三餐的第39位大善之士 也就是妙德神 他是在蓝皮领园的灵神 他因为在过去就是有修十种如来授身的法杖 然后他正道自在授身解脱法门 所以善才童子参访他的时候 特别请问他 除了他要请问每一位大善之士的发 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如何修菩萨行 这样的一个菩萨道的修行法门以外 他还特别请问妙德神 就是如何能够得到如来的授身法门 所以这位善之士 他告诉善才童子 他就是修十种授身杖 然后他也发愿 能够愿一切菩萨要到这个世间授身的时候 他都能够清净 而且他也发愿能够入 披如遮那如来无量的授身海 因为他的愿力 所以当释迦牟尼佛要下身的时候 他就能够亲自清净释迦牟尼佛 所以他在藍牟尼园 他已经等了一百年 那释迦牟尼佛果然就从都帅天下身 然后就是摩耶夫人在兰皮尼园的地方 就是生出释迦牟尼佛 那我们在上个单元 就是介绍到这位妙德神告诉善才童子 就是他在兰皮尼园的地方 就是他在兰皮尼园的地方 他时时的都是在就是念意念 菩萨什么时候可以下身 那这个部分 那我们这次呢 再继续来介绍 就是妙德神告诉善才童子 就是释迦牟尼佛下身的时候 那么种种的 不可思议的一些神变 就是有一些的神通变化 的这一些殊胜的景象 所以我们来称念佛号 即战经济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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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所以经文就接着 在经文里面呢 是说十 也就是释迦牟尼佛 要下身的时候 他从都帅天降身 那这个呢 是指着 释迦牟尼佛 入胎的时候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虽然释迦牟尼佛 是入摩耶夫人的胎 那么是在宫廷里面 可是呢 兰皮尼园的 这个园林里面呢 就已经有 十种的 这种神变 就是变化 就是有一些的 神通变化 有一些不可思议境 那这十种的 不可思议境呢 就包括 就是这个 这个蓝皮尼园的 这个土地呢 都 变成非常的平坦 就没有这些 就没有这一些 高低不平的这一些 现象啊 那也没有这一些瓦力啊 种种的这一些 让人走了不舒服的 这一些的情况 不过 还有呢 当时的这个地呢 就是变成了 是金刚一样 就是会发亮的 很坚硬的 而且有种珠宝来庄严 没有任何的这一些的 石头啦 那种金鸡啊 这一些 障碍人走路的这一些东西 那第三呢 就是树木呢 都非常的庄严 那么还有呢 就是这个 排成一列 就是 整个的蓝皮尼园呢 就变成好像很整齐了 那第四呢 这个蓝皮尼园的地方呢 就有种种的香 就是有树啊 花啦 那么 好像是天上的这种香味一样 充满了整个蓝皮尼园 所以 第一个是地也平了 第二呢 就是 就是 地呢 就是金刚宝石啊 那 非常的庄严美丽啊 然后呢 就是 这个树呢 就变成排 排得很整齐啊 那第四呢 就是有种种的这些香 那第五呢 就是有种种的 这些的花蜂 就是 好像一串一串的这个花呢 就是 装饰的这整个蓝皮尼园 那第六呢 就是 树呢 都开花 第七呢 就是 南皮尼园里面的这个池水啊 都也 开 都是长满了花 所以 整个的园里面呢 都变成非常的美丽 庄严 那第八呢 还有这个 南皮尼园的地方呢 就充满了 这个娑婆世界的 玉界 世界的天龙八部 他们呢 都来到 南皮尼园的地方呢 合掌 就是都在这个地方 就好像 就好像 释迦摩尼佛 下生到这个世间的时候呢 整个世界 都周知了 然后呢 都知道说 释迦摩尼佛就会生在 出生 在南皮尼园 所以都来这里等待 那第九呢 此世界中所有的天女 乃至 摩霍罗 且女 皆生欢喜 而且呢 都捧着供养剧 那向 辟罗叉树前 恭敬而立 就大家也都知道说 释迦摩尼佛呢 他出世的时候 是摩尔夫人呢 他就守扶着 这个无忧树 这个 辟罗叉树 就是指着无忧树 那所以呢 这些天女 包括摩霍罗且女 就是大蟒蛇女 那都 非常的欢喜来供养 就站在这个树前 恭敬而立 就是要等着 佛 要在无忧树 这个地方呢 来出世 还有第十呢 就是十方一切诸佛 祭中 皆放光明 就是 十方一切的诸佛 这个度己中 都放光明 那就好像 这个释迦摩尼佛呢 实际上就是十方诸佛所生一样 虽然在这个世间呢 是借着摩耶夫人 来生在这个世间 可是呢 释迦摩尼佛 等于是 所有一切诸佛一样 那都是 呈现这样的一个 出世 所以呢 诸佛呢 好像生了一个 在世间的佛 所以 这个 这个 祭中呢 都发光明 那这种光明呢 又有一个名称 叫做 菩萨寿生 自在灯 就是菩萨寿生 就是出生的时候 这个自在灯 然后呢 这个光明呢 都骗照这个 蓝皮里园 然后 就 非常的 光明 所以当这个光明 就是骗照这个 蓝皮里园的时候呢 就等于是 所有的这一些的 十种瑞相 就是蓝皮里园的 这十种瑞相 显现的时候呢 那诸天王 都知道呢 会有菩萨 来下身 所以呢 当时这位 妙德神啊 他看到这些的 瑞相啊 他就非常的欢喜 因为他告诉 善采童子说 他在这个地方呢 他已经等了一百年了啦 所以 当他看到这个 蓝皮里园啊 有起这些的瑞相 不可思议相啊 他就知道 哇 那个佛要出事了 所以呢 他就非常的欢喜 那当时 这个时候呢 只是 佛从 是指释迦牟尼佛 他从都帅天呢 下身 然后投胎 就是叫受胎 所以在释迦牟尼佛的 八项成道里面呢 我们就说 这个部分呢 他是属于呢 他是属于呢 第一胎 第一的这个像 就是他从杜帅天下身 所以一般呢 所以一般的经文里面 也都写的说 都非常的惊恐 就是这个佛要出事了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是佛中的殊胜 所以第一个是佛受胎的时候 降生的时候 那么 就是从都帅天下降的时候 到这个世间的时候 在兰坪丽园的这种 十种类像 然后呢 又再叙述 就是摩耶夫人呢 她已经 怀胎了 然后她要回去 她的梁家呢 那么 的时候 她出了 加比罗魏臣 就是 释迦牟尼佛的父王 靖范王的这个王臣 所以 妙德神呢 又告诉善才同志 另外一个瑞相 也就是 当摩耶夫人呢 她出了 这个城门 然后入到 兰坪丽园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的 兰坪丽园呢 又 显现十种类像 那这十种的类像呢 都是 发光的 这十种类像 就是 一个呢 就是有 宝花藏光 那 又有呢 就是十方菩萨 初发星光 那 又有一介菩萨 得入诸地献神变光 还有一介菩萨 修波罗蜜圆满至光 一介菩萨大愿至光 还有一介菩萨教化众生 方便至光 还有一介菩萨正于法界 真实至光 还有一介菩萨得佛自在寿身 出家 成正绝光 那这十种的光明 就是普照众生的心 就等于是说 当 摩耶夫人 要入到这个 蓝平里园的时候 已经是 释迦摩尼佛 快要出生的 那个时候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 所有的光明 就代表呢 就是释迦摩尼佛 他出世了以后 他能够普渡众生 所以这个时候呢 已经有这样子的光明 在普照的众生的心 那接着呢 妙得神呢 他又告诉 善才童子 就是摩耶夫人呢 他走到这个无忧树下 这个经文里面呢 是用音译 辟罗叉树 那就是无忧树 那这个时候呢 已经是 释迦摩尼佛 快要诞生了 那经文里面都称作菩萨 就是因为 释迦摩尼佛 还没有成佛的之前 他都是在修菩萨行 所以都用菩萨来称呼 而不称他为释迦摩尼佛 因为他那个时候 还没有生出来嘛 所以没有称他为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是他诞生了以后 因为生在释迦族 那是释迦族里面的圣者 所以称作释迦摩尼 那这个是一个恭敬的尊称 那还没有生之前 都是称他为菩萨 那这个时候呢 摩尼佛人已经进入南平里园 然后走到这个无忧树 然后坐在这个树下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释迦摩尼佛前的菩萨 他当时是菩萨 那他要夸耀诞生的时候的十种神变 又有十种类象产生了 那这十种类象呢 就是有玉戒啊 色戒啊 诸天啊 天女啊 这一些天龙八部啊 他们都来这个树 就是无忧树边来供养 还有呢 摩尼佛人 他自己本身呢 就是具足了这个威德出胜 所以又有的 类象呢 都是从摩尼佛人的身上 显现出来 这个时候呢 摩尼佛人的身上 一一的毛孔呢 都放光 那普照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这个时候呢 好像是 佛要出世的时候呢 摩尼佛人呢 他好像也受到了 这个佛的威德力 所以从摩尼佛人的身上 就显现出来这一些 不思议的境界 所以在我们 中国佛教史上呢 也有这个记载 就是相关的 就是母亲呢 因为受到所怀胎的 这个儿子的这种 功德力的影响 那就是在中国的 了不起的翻译家 就是朱摩罗什 那他是归之人 那他就是母亲怀胎的时候呢 他的母亲呢 就变成特别的 就是非常的有智慧 而且呢 会讲这种不同的语言 那在这个佛地址里面呢 也有记载摄利佛 那他呢 母亲在怀胎的时候呢 也是变成特别的这种 有智慧 那这些呢 就应该是母亲有受到 就是很殊胜的这个 胎儿的这种功德力啊 那这样的一个感应 所以变成好像母亲也有这个胎儿的智慧 那这里呢 应该是母耶夫人呢 他因为怀着是释迦牟尼佛 这样子的累劫修行的大菩萨 所以呢 当时呢 要出生的时候呢 就已经呢 透过母耶夫人呢 来显现出来 这个要出生的佛的这样的一个威德力 所以母耶夫人的这个身上的毛孔都放光 而且普照三千大千世界 而且呢 这个光明呢 还能够去除一切众生的烦恼跟恶道苦 就是让众生呢 去除烦恼 那没有这些的忧愁苦恼 而且呢 在这个世间 就没有地狱恶鬼畜生到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称作菩萨将欲诞生的第一神变 也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快要生到这个世间的时候 这个世间的瑞相 那第二种呢 是从母耶夫人的这个腹中 就是肚子里面呢 就显现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形象 就好像是所有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都在摩耶夫人的这个肚子里面 那应该是也是当时的释迦牟尼佛要出生的时候呢 他所证到的三千大千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能够相容的境界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称作菩萨将欲诞生第二神变 那第三呢 是摩耶夫人身上的一切的毛孔 都能够现出如来 往昔修行菩萨道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子恭敬供养一切诸佛 还有呢 他到一切诸佛所呢 来听闻诸佛说法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显现 就是佛在过去世的时候 他的修行的 这一些 学佛啊 这一些文法的这一些过程 他往昔的修行的过程 那第四的神变 就是瑞相 不可思议相 就是摩耶夫人的身上的毛孔 都一一都显现 如来往昔修菩萨行时 所住世界 所以这个部分呢 又显现出过去 释迦牟尼佛的过去世 他所修的菩萨行的地方 就等于是 他修行的环境 还有他累世 所受生的这一些的地方 这村落啦 山河大地啦 还有当时的众生的结束啦 那寿命长短啦 他所修学的这一些的善法 那而且呢 他在一切差 深处 摩耶夫人常为其母 就等于是说 也看到释迦牟尼佛过去世 实际上有很多世 摩耶夫人都是他的母亲 所以这个是第四个神变 那第五呢 就是从摩耶夫人的每一个毛孔 一一毛孔里面也显现出来 如来往昔修行菩萨行持 他所生的地方 他色相 行貌 衣服饮食 苦乐 等事 就是过去世 释迦牟尼佛 他累世 所生的地方 他的相貌 他穿的衣服啊 所吃的食物啊 还有他 在世间 所受的苦 或是快乐的事情 就一一呢 都显现出来 就等于是 把 释迦牟尼佛呢 他过去世呢 就是不同的这种层次啊 不同面向的事情都显现出来 就是他要出生的时候呢 他就是能够把他过去世都显现出来 那第六呢 就是从摩耶夫人的身上的 一一的毛孔 也都显现出来 世尊往其修布施行的时候呢 他所施舍的 像他头啦 眼睛啦 耳朵鼻子啊 还有舍 他的这个牙齿啊 身体手足啦 还有舍他的这个肉啦 还有乃至外施 就是他的妻子啊 还有他的妾啊 还有他的这个臣 就是他所拥有的城堡啊 宫殿啊 衣服 殷酪啊 这一些珍珠 这个宝物 那这些呢 就是显现 释迦牟尼佛过去修菩萨行的时候 所布施的这一些的内容 这个是第六神典 那第七的神典呢 就是 摩耶夫人到了这个 兰皮尼园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兰皮尼园里面呢 他也显现所有一切诸佛入母胎时的国土 园林 衣服 衣服 还有装饰的花骂 还有涂的香 墨香 就是粉状的香 还有这个称的这个翻盖啊 这一些的庄严的这一些物品 还有一切的这种祭月 就是当这个过去佛呢 他要入母胎的时候 这一些的这种庄严的这些的景象啊 也都能够看得到 所以从第七个神变呢 就知道说 从佛要出世的时候呢 那摩耶夫人的这个 到这个兰皮尼园的地方呢 那这个兰皮尼园的地方 也显现过去一切诸佛 他们入母胎的时候的这个环境 种种的这一些的现象 所以不只是释迦牟尼佛的这种过去世 累积的菩萨形的过程显现出来 那在这个园里面呢 也显现过去诸佛 他们从都帅天下生到母胎的时候 种种的这一些的 这种殊胜的这些变化也看得到 那这个是第七个神变 那第八个神变呢 就是摩耶夫人 进到兰皮尼园的时候呢 那从摩耶夫人的身上呢 就也显现出来 就是释迦牟尼佛过去做菩萨形的时候呢 他曾经所住过的 他的宫殿 他就是有种种的这些殊胜的 这些环境 那还有保网 庙香 种种的庄严差别 那这个地方呢 就好像是庄严的兰皮尼园一样 就等于是从 释迦牟尼佛 他的身上 就是他在摩耶夫人的这个肚子里面 那么他已经呢 就是也显现出 他过去是住过的这个宫殿的庄严 来庄严这个兰皮尼园 那这个是第八的神变 那第九的神变呢 就是摩耶夫人进到这个兰皮尼园的时候呢 他的身上呢 就是 献出 不可说的 无数的 这个佛刹为成树的菩萨 就是献出 各种的 诸佛的 佛国土的这些菩萨 那这些菩萨的相貌 还有他们的光明 还有他们的这种威仪 还有他们的这些的眷属 那都来 就是来赞叹 都来赞叹这个佛的出世 所以 这个部分呢 就是属于是 南皮尼园的殊胜的地方 就是因为 释迦牟尼佛要诞生了 所以呢 就是 献出 就是不可数的 这个佛刹的 的猪菩萨 来赞叹 这个佛的诞生 那这个呢 就是第九个神变 那第十个神变呢 也就是 这个时候呢 是释迦牟尼佛快要诞生了 所以呢 在摩耶夫人呢 他已经在这个无忧树 这个地方呢 那从摩耶夫人的前面呢 就生出一颗大莲花 那这个莲花呢 等于 没有在这个水池里面的啦 所以说是从金刚祭 好像是 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啊 他本身呢 就生出一朵大莲花出来 那这颗大莲花呢 是有一个名称的 叫做一切宝庄园杖 那在这个大莲花呢 它是从 这个金刚祭生出来的 然后呢 就是有 无数的这个叶子 那由一切天王所供指尺 就是由天王来拿着这个莲花的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天上的龙王啊 就下这个香雨 下雨 那龙王可以出水啊 那只是说 他的水呢 是香水 就是香雨 那一介夜叉王呢 恭敬为老 还散这个天花 那一介的钱达婆呢 就是出为妙香 因为钱达婆呢 就是香神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为了要迎接佛的诞生 所以呢 钱达婆就放 这个香 然后呢 这个 诸天 还有菩萨呢 就是来赞叹 所以 他们在 这个天龙八部里面 都是很欢喜的 在迎接释迦牟尼佛的出世 那连阿修罗呢 都舍弃的这个焦慢心 来恭敬 来 要迎接 佛的出世 那还有呢 这个加罗罗王 这个加罗罗王呢 他们呢 就是 撑着这个宝钙 那片满的这个虚空 还有锦纳罗王呢 就非常的欢喜在歌唱 那锦纳罗王是乐神 还有一切的摩霍罗切王 就是大芒神 大芒 这个蛇 是一种 很大的蛇 听说现在在印度 已经没有这么大的蛇了 那也都非常的欢喜来歌唱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菩萨要诞生的时候的第十神变 所以 等于是 前面是所有的 菩萨都来 就是赞叹 要来迎接 释迦牟尼佛的出世 那第十的神变呢 就是所有的 这些天龙 八部啊 那么都来 赞叹 那歌唱啊 然后呢 都用他们最欢喜的这种 方式来迎接释迦牟尼佛 所以 这位妙德神呢 他跟 善才同志呢 叙述 就是因为 他所修正的自在 受生 解脱法门 所以呢 他 就是发愿 能够在每一位佛 要出世的时候 菩萨受生的时候呢 他都能够清净 所以呢 他 所叙述的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 要诞生的时候的 这一些瑞相 所以他又告诉 善才同志 就是说 有这些种种的瑞相之后呢 然后呢 菩萨就诞生了 就是释迦牟尼佛就诞生 那我们就知道是 释迦牟尼佛呢 他是处在摩耶夫人的肚子里面 是有兽胎 可是他出生的时候 是从他的 这个手臂 出生的 那当然 这个是非常的不可思议 那当时呢 就是出生的时候呢 也是有许多的瑞相 所以呢 妙德神呢 也跟善才同志 他叙述呢 当时这个虚空中 就有一个非常清净的日轮 那非常的高 就好像是 这个山顶 出于 这个云端一样 所以 好像是 佛的出世 像 这个 空中的这个太阳一样 所以 这个时候呢 是大地呢 一片 都是光明的 所以这个时候 菩萨呢 从母 母亲的这个鞋 就是他的手臂 伸出来 然后他的身上呢 也放光 就是 这个 小太子 释迦摩尼佛 当时出生的时候 就是太子 所以他的身上呢 也放光 所以 这个时候呢 是描述 就是释迦摩尼佛诞生的时候的 这一些的瑞相 那 这个时候已经是出生了 那 佛的身上呢 也现光明 而且呢 菩萨尔时 虽现出生 悉已了达一切诸法 如梦如幻 如影如相 无来无去 不生不灭 所以这个呢 就等于是妙德神了 他因为 他因为在那边 亲自看到 佛的诞生的时候 之前种种的瑞相 还有佛诞生的时候的瑞相 那他这里呢 更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到 就是佛一出世的时候 虽然他才刚刚生出来 可是呢 佛已经具足了一切智慧 所以他那个时候呢 就已经了达一切诸法 就是能够知道一切诸法呢 是如梦如幻 就是像梦幻泡影 那 如影如相 无来无去 不生不灭 就已经能够知道 诸法的性质 不是真实的 是像梦一样 不是真的 那像幻影一样 那或者是说像影子 或者是像幻象 那幻象呢 主要的就是指着这种 我们这种气体里面的这种幻象 那无来无去 不生不灭 也就是说诸法本身呢 他实际上 他虽然有各种的形象的呈现 可是呢 这个诸法本身 他也没有这样子的变化了 那所以诸法的这种本质是不生不灭 所以这个呢 是表示说 当佛 或是大菩萨呢 他们刚刚出生的时候呢 就好像是一个小婴儿 可是他的智慧已经 不得了了 因为他就是已经成佛了嘛 所以在我们普通世间的肉眼看起来 他是 肉身是小小的 可是他的智慧呢 已经是成熟 到佛的智慧了 所以他都能够看到一切诸法的 这样的本质 所以 这位妙德神呢 他跟 善才同志这样子 这样子形容 他当时就是在南平里园 然后亲自亲近 释迦摩尼佛诞生的这样的一个 的这种 当时的现象 所以他又告诉 善才同志 因为呢 他 就是见到 释迦摩尼佛出世的这样的一种 种种的这一些神变 他等于是他的发愿 所以他在释迦摩尼佛出世的时候 他能够清净 那他当时不但呢 就是能够看到佛的出世的这一些的 瑞相 那实际上呢 他也看到 就是佛呢 在这个世间的一切 的世界呢 也一样的出生 的种种的这种神变 所以呢 就等于是说 他在一切诸佛刹中 都有如来视线受生 种种神变 就等于是 佛在 这个世间的蓝皮领元受生呢 就等于是在一切的佛刹受生 所以 这样子的一种 互相之间的关联 他是没有间断的 所以 他就告诉善才同志呢 就是 有关释迦摩尼佛出世 那他能够清净 就等于是 他所正道的 自在受生 解脱法门的 一个实力 就是他都有 能够 生在 诸佛如来家 然后呢 佛出世的时候 他也都能够清净 那接着呢 就是 但是善才同志呢 他又在 请问 妙德神 他这个时候呢 就称他大天 就是大天呢 的意思呢 实际上也就是神的意思 因为他本身是 蓝皮领元的这个灵神 他是守护蓝皮领元的 可是他本身呢 已经是 一位 能够受生到 诸佛的 佛所的 大菩萨了 只是他担任的是这样的 有这种神的这样的一个 职位 所以善才同志也称他为 大天 那之前呢 都称他为 大圣啊 大圣者 是以他修行的 这种内容来称呼他 那这里呢 是以他实际的 蓝皮领 灵的灵神 来称呼他 所以称他大天 也就是 神大神 那他说 那你得此解脱呢 七宜久如 他说你得到 这个自在受生解脱法门 已经有多久了 那也就等于是说 你是什么时候 正道的这个解脱法门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妙德神 他有告诉 善才同志 他当时呢 就是 正道这个法 法门的时候 是在过去世 所以他说 过亦佛岔 为成竖节 就是很久以前 有一亿的 这种佛刹的 为成竖节 就是用辟喻的 就像 这个 一亿的佛国土 这么多的佛国土的 这个土的 维系的这种 的这种数量 的刹成 就是有多少的 这种成土的数量 我们说要去数这个 沙或是 这个尘土 那真的很难数 可是有这么多的 佛国土 然后这个佛国土的 这种 围尘 那这样的数量 以前的这个结束 那就非常远了 还要复过四数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数到这样的话 那还要再超过 超过这个数目 那就表示呢 这个世界是非常久非常久以前 那有一个普宝世界 那当时呢 是叫做月乐节 那那个时候呢 就有八十拿犹他佛 在这个月乐节的普宝世界出世 那拿犹他呢 一般如果说最少的话 有一万的话 那就有八十万的佛 那如果是十万就有八百的佛 八百万的佛出世 在那个时候的普宝世界 成佛的 那当时的第一位佛呢 称作自在功德闯佛 那这位第一位佛出世的 这个时候呢 是有一位王 就是他的父王 因为诸佛呢 他下生到这个世间呢 都是生在这个国王家中 因为他有福报 那所以都生在国王家中 都是身为太子 那当时的这位国王呢 就是称作宝燕眼 就是宝燕眼 像火光一样的 这个眼 宝燕眼 那这位国王的王夫人 也就是皇后啊 他的名称叫做喜光 喜光夫人 喜光皇后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一位自在功德闯佛 他下生的这个父王跟他的母亲 所以呢 当时妙德神 他要告诉善才童子 就是说他在过去 什么时候 正到这个自在寿生解脱法 他就是 举出当时的 这个佛要出世的时候 这个父王跟这个皇后 所以就等于是说 当时要成佛的是自在功德闯佛 他是过去这么多佛里面的第一佛 在那个时候的结 那个时候的世界 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佛实际上是无量无数的佛 所以我们现在 即使说 过去 现在 未来佛 那或者是我们拜千佛 或者是万佛明经 那实际上 这个都是所有的佛里面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是 等于是 也是数量非常少 那 这一位自在功德闯佛呢 他要出生的时候 他的父王是宝燕眼王 那他的母亲 就是皇后呢 是喜光王夫人 那这位妙德神 他告诉善才童子的时候 他又比喻说 这位喜光王夫人 就好像是这个世界的摩耶夫人 就是释迦摩尼佛呢 他要出世的时候呢 他是以摩耶夫人为他的母亲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指世界摩耶夫人 那这个时候的 自在功德闯佛呢 他的母亲呢 也就是喜光夫人 是喜光夫人 那是第一位佛的佛母 所以 这个部分呢 就是妙德神告诉善才童子 他说善男子啊 其喜光夫人将遇诞生菩萨之时 与二十亿 哪由他财女 亦精华原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妙德神要告诉善才童子 这一位自在光德闯佛 要出世的时候呢 他的母亲是喜光王夫人 他也要就是诞生 这一位佛的时候呢 他当时呢 也是在一个园林之中 那这个园呢 是称作精华园 那当时呢 这一位喜光王夫人呢 他身边呢 是带着二十亿哪由他的财女 就是这个皇宫的这个宫女 那在这个精华园里面 那他要诞生这个王子的这个宫呢 叫做一切诗 就是不诗的诗 一切诗的这棵树 所以这个呢 是等于是妙德神啊 他向善才童子呢 就是在叙述 过去自在功德闯佛出世的时候 那是他正道 他的这个自在 受生解脱法门的时候的 那一位佛出世的时候的 这种姻缘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是等于是一个 过去的发心的过程 所以我们先介绍这个地方 那这个单元呢 我们时间不够把它全部 讲述完毕了 所以等下一个单元再继续 那我们先把这个部分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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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慈悲之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义为之治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恶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之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有序 第一 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之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之业的 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顾持邮局化博帐号 504444468 504444468 顾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之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之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佛教慈悲之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果冻花课程 日期4月23日 星期六 正式上课 欢迎请提早报名 报名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 345号 当日原定 共修课程 暂停一次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两体温 慈悲至业 高雄中山书方 4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9点开始 八关在界 不生即慈悲失实 恭请战山法师主法 下午1点半 佛学讲座 讲题 鼎带弥陀 随缘复感 恭请天宽法师主讲 地点 高雄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7楼 下旋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法会 敬请佩戴口罩 那么修行到底是什么呢 从本质上 从本质上来说 佛法的修行是精神的训练 就跟运动健身是一个道理 健身锻炼的是物质世界的自己 而佛法修行是对内在世界的训练 一种内观的修持 换句话说 就是朝里面看 看向自己内心的训练 那方法是什么呢 如果要看外面的世界 我们用眼睛 以及各种感官去体验 经历 但是呢 如果想要看清自己 目的是修心的话 那就需要停下脚步 静下心来 去体会和感知 但是有一个问题 这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节奏都恰恰相反 现在的社会呢 可以说是物质的社会 人们的脚步越来越快 终其一生的去追求那些 可能自己也不太确定的目标 从求学到毕业 从工作到家庭 最后大半辈子 一晃就过去了 基本上是麻木地去跟着时代 社会 跟着周围的人和环境 走过了一生 在这样的忙碌当中 都没有来得及停下脚步来 看一看 想一想 我们到底做的 对不对 有没有意义 那么现在 当我们终于决定 暂停一下 去思考和寻求 一些答案的时候 其实佛法的修行就已经开始了 随着老师教导的方法 一步一步耐心的坚持修行 试炼自己的心 直到有一天 我们的心就会达到一种 既柔软又坚韧 既强大又温暖的状态 这就说明 修行有了效果 佛法融入了自心 所以说 修学佛法的第一步 就是要静下心来 把目光收回来 不看世界 不看别人 只看自己 就像对着一面镜子一样 去观察自己 如果连自己的条件和状态 都搞不清楚 怎么可能搞得清楚自己的心 那就更别说是修心修行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先讲 想满人生难得 这就是 认清和了解自己的第一步 那么想要了解 想满人生 多么难得 首先呢 我们 要来看看 仅是 投生 为一个 普通的人生 就有多么的不容易 杂阿罕经中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次 佛陀在极孤独远的时候 随手从地上抓起了一把土 然后就问众人 是我指甲里的土比较多呢 还是大地上的土比较多 大家回答 世尊 指甲里的土太少太少了 大地的土太多太多了 这两者比起来根本没有可悲性 于是呢 佛陀说道 我指甲里面的土 就好比有形的众生 只有那么一点点 而那些细微 细小到 看不见的众生 就好比大地上的土一样多 数一数不清 同样的道理 那些生而为人 死后再次 能够投生为人的人 少得像指甲里的土一样 而世事都投生在地域 畜生 或者恶鬼的众生 多的就像大地上的土一样 所以呢 佛陀告诉我们 前生和后世 都能投生为人的可能性 就跟指甲上的土 和整个地球上的土 相比较一样 如果大家 仔细用心想一想 应该能体会到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概率 那么在六道之中 能够投生为人 就已经这么不可思议 那要是再想投生成 狭粉 成为佛法修行人 我觉得这个概率 可能已经没有办法 用数字来形容 在一些教育里面就阐述了不同种类的人生 例如有很多人生属于平凡人生 都是那些不太了解善恶取舍 对人生也没什么太高追求的人 再比如说行恶的人生 像屠夫猎人杀手等等 而在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生当中 只有狭满人生才是唯一适合修行佛法的一类人 对人生也没什么太高兴 对人生也没什么太高兴 对人生也没什么太高兴